2018世界地球日路跑 减速运动修杰凯,安娜为地球发生 修杰凯,安娜今日3月19日出席2018世界地球日路跑 减速运动路跑活动习跑记者会 为4月1日即将举行的2018世界地球日路跑 减速运动路跑活动举行起跑仪式 两人谈到减速环保议题,都表示已经习惯带购物带 环保杯出门,就是要减少塑胶类商品的使用 而修杰凯一家吃饭也都自备餐具 她说从不让步步,狗妞使用卫生块等东西 就是要让他们从小就要养成习惯 希望他们长大后还能看到美丽的地球 谈道路跑活动 修杰凯表示跑步是个溜小孩与自己对话的好运动 天气好的时候,她会带着步步 狗妞一起去跑跑步 晒晒太阳,让小朋友运动一下 但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她喜欢边跑边跟自己对话 而安娜除了学校运动课之外 其实她也常陪着爸爸罩住大安三联公园跑两圈 让人顿时觉得跑步升华成了亲子活动 现在才高中的安娜 一听到可以跟修杰凯同场活动时 立刻问经纪人会不会看到可爱的步步 或狗妞,让修杰凯不禁笑说 如果带他们来我就不用工作了 而今天媒体联访时 媒体也问到狗妞抓周时 是抓到麦克风这件事 修杰凯说她其实对小朋友抓周这件事并没有太在意 还说狗妞可能是因为常看到麦克风所以才抓的 说完转头问安娜小时候抓周是抓什么 没想到热爱表演的安娜回说 好像也是麦克风 让修杰凯笑说要让狗妞跟安娜学唱歌 一旁的记者接话说应该要跟阿妹学 让修杰凯赶紧说阿妹如果愿意来家里玩就好 学唱歌就真的太夸张 2018世界地球日环保大使修杰凯和安娜联妹 出席响应国家地理 2018世界地球日路跑 减速运动 两人将道路跑现场 为跑者鸣枪加油 修杰凯一直相当关注环保议题 使用环保带购物减少使用一次性塑胶产品 希望给下一代更好的环境 而安娜则喜欢再次利用舞台道具 减少浪费 活动当天也邀请卫视中文台歌手请上车第二季脱颖而出的鲁弹 以及麦克波顿音乐达人秀歌手罗维珍在现场演唱为跑者加油 卫视中文台欢乐至多星综艺天王胡瓜 也为了响应活动献出自己生涯的第一次路跑 他将带领谢欣 Terry参加5K舰走组 还有Star World 亚洲超级名魔生死斗 台湾代表陈永新和纳塔利也都会一起为地球而跑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